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如這個圖啦 這是一個長方形 這些都是直角 這些都是直角 然後的話 這個是120度啦 然後呢 VD是V 小V AB是小A啦 它要你用這個小A小V 來表示CV這個長度 那這個長度我叫X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是120 所以這是60 這是60度 所以我就想著這個FV FV等於什麼 FV 是等於A乘以3的60度 A3 60度 這個等於2分之更好3A 2分之更好3A 然後再來我們看這個 這60 這個就30 還有呢 它說這個是直角 我忘了 它說角AVD AVD 等於角ACD ACD 這個都是直角 這個我沒有畫好 這是直角 那這直角的話 這60度 所以這30度 這30度 這是180度 這是180嘛 所以這兩個負於 這30所以這是60 60度 所以這個 V1 V1是等於什麼呢 V1是等於那個 V cos 60度 V2 V1 所以這是2分之1B 那因為這是一個 ㄟ 矩形嘛 這是矩形 所以這一段跟這一段一樣 所以呢 F4 等於多少 等於這個 FV 加多少 加V1 就是2分之3A 所以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兩個 加起來 所以是2分之 跟到3A 加V1 這就是答案 對 對